部長做一些問題的探討 第一個就是 我們在審預算的時候 有凍結了你們 就財團法人博位醫院 發展計畫裡面的一個 有關台灣環境毒物 跟健康風險的評估研究 的預算 這個預算我們大概 在當初委員會做成的決議 是凍結了二十分之一 大概將近一千萬 好 那 我 我是一直覺得 政府機關花了很多 花了很多的經費 在做研究 可是 向來是比較欠缺 具體的 可以作為你們施政參考的東西出來 所以這一條預算之所以會被 會被 會被 凍結 最主要的原因在這裡 請問一下 部長你們就是對於像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你們 被凍結了 那你們回去以後有沒有做一些相關的 就是說以後這個計畫你們打算怎麼進行 是 有嗎 有 大概 因為我們 凍結以後啊 我們就馬上去了解這個 那個 國家這個環境毒物研究中心的這個結果怎麼樣 那我發現了他們做的相當不錯 那也許可以請我們 啊 阻密 先來報告一下 來 修飾澱粉的部分 就是媒體所謂的毒澱粉的部分 那麼我們 啊 第一個 因為必須要把學者專家的意見其一 所以我們就開了一個公聽會 那麼讓這個這個整個的這個意見 那麼能夠其一 然後接下來啊 在這個將來的食品風險的部分 我們現在也積極的 那對於這個將來的食品風險的管理 我們要怎麼做 所以呢 凍結之後 事實上我們自己做了很多 包括啊 然後呢 我們推出了我們的這個國務院環境毒物中心的網頁 在這個網頁上面我們有很多 第一個呢 是跟民眾的這個風險教育宣導有關的 用民眾的語言可以看得到的 包括這個學者專家要看的這些文獻 那以及很多的這個教育訓練 比如說最近我們對高中老師做一些種子訓練 所以啊 國務院的環境毒物中心經過檢討之後 我們現在是從民眾的需求面 政府的需求面開始去出發 那這些很多可以在我們現在的網站上可以印證 主密 主密 我我提 我提這筆預算 齁最主要的就是要 要跟國務院講齁 是 說你們跟一般的學術 純學術單位 是 比較有一些差異 對 你們最主要的研究 必須要能夠能夠提供給 給 給行政機關做一個施政 施政的時候的依據 好 要不然你假如說你 你純作 純作一個學術交流的平台 好 讓 讓一些學者不斷的去 的 的 交流 然後 每一年 都只是研究一本本的 的 學術報告出來 事實上 那個跟你們存在的 的 目的是有一些差異的 是 好 這一部分的工作 應該是讓純學術單位 或者是大大專院校 去做的 你們必須要做比較 可能要更 更具體一點的東西出來 好 這樣子才不會 每一年 假如 假如 審預算的時候 你們假如說 這一部分不做改 改 改進 不提供 給 給 衛福部 多一些 施政 參考的東西 那 那 其實 就國衛院的 存在價值來講 也大打折扣 是 好不好 是 謝謝委員 我們 我們提出這個 這一筆預算 最主要的 只是 跟你們溝通這個觀念 就是說 每一個 每一個 機關或財團法人 他都有他存在的 最主要的價值 那 你最主要的價值 並不在 做學術研究 你最主要的 的 的 存在價值 是在 從 學術研究 得到結論 然後提供 做 施政的參考 好 才不會說 每一次 只要 只要有什麼 有什麼 有什麼 事件出來 從以前的衛生署 到以後的 衛福部 都要滿 滿頭包 你們假如說 能夠 事先 多做一些 一些 具體的建議 可能他們在 第一時間 第一時間的反應 就會更快 好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其實國務院在 政策的配合上 也做得很好 那麼 尤其 現在 主密呢 是原來是我們的副署長 他對我們政策 非常了解 所以我們現在搭配的 非常好 所以就特別跟委員 拜託 謝謝 署長 我跳過第二個問題 我先問第三個問題 就是這個 私自證 國人私自證的盛行率 幾乎高達 5% 好 那 我們現在國內有關 私自患者跟他的家庭 的 扶助的措施 有哪一些 好 那麼 我想私自證剛才提到的 那個百分比 那個盛行率 5% 其實他是從差不多 四五十歲開始就開始 一直 就是一條直線這樣往上走 到了九十歲 可能就將近快二三十% 所以 這個 這個盛行率 事實上跟年齡的延長 他有關係的 那麼我想這個大部分是在 兩個單位 在我們這裡是照護師跟社家署 都有做到 所以是不是請照護師先提一下 在照護層面 跟委員報告 其實在私自證照護他其實分成 預防 然後醫療跟照護 那我僅就 長期照護的部分 先跟委員做報告 我們現在在長大十年計畫裡面 私自證他經過CDR的評估 就是臨床私自證的一個分析 他可以接受長照評估 我們目前已經有九千七百多位 是實質證患者在接受長照評估的 那另外他還有就是有 關於他的家庭照顧者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在家庭照顧者的服務裡面 包括傳習或者是他家庭照顧者 一些高危險家庭 我們都會有一個列策 那你接觸他們處理問題 所以就是目前也沒有很 很 很更有效的方法來做 其實我一直對 對傳習 傳習 當然是好意 不過 不過傳習的 傳習照顧的部分 事實上 事實上他能夠彰顯的功能是很有限的 因為 因為私自證者他面對一個陌生人 這個是很有限 那我這樣子問 就是說 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 可能我們朝一個方向來做 就是說 就是說 衛福部跟 跟內政部 好 比照像 像老人之家這樣子 成立一個 一個私自證的護理之家 這個長期來 跟有人報告 現在私自證他有 他的一些日間也好 或者是24小時入住也好 有兩類形式 就是一種是混合形式 就是他私能跟私自一起 那另外一種形式就是私自證 他 他需要的照顧不太一樣 這個在 現在的社家署 還有現在的護理之家 那都有 這兩種形式是都存在的 就是 都在一般的醫院嘛 不是 是不是 那 那一般來說 如果是在 過去的未證的話 是在護理之家 那但是內政部 他們有 我是不是請 檢署長 檢署長 提醒 委員比較關心的是說 有沒有在機構裡面 有沒有設置私自證的 特別照顧的專區 對 那目前我們都盡量的鼓勵 也在老人之家裡面嗎 老人之家裡面我們都盡量要求 社專區 社專區 因為這樣也方便他們照顧 因為一般的老人跟私自老人的照料 其實在 方式跟程度上 都還是有很大的差異 沒有關係這個你們就回去 回去 回去看看 然後 有關私自 私自證的衛教觀念的宣導 可能也要 也要加強 是 對 我最後 最後再 再講一筆預算就是 就是 大概 今年的離島公費生 離島公費生 的養成教育裡面有 有被凍結了一筆 一筆五百萬的 那 那其實 離島 離島偏鄉的公費生 養的 在地醫療 醫事人才的養成教育 跟一般的公費生 可能還是有一些 有一些 不同啊 有一些不同 因為就 就長 長遠的眼光來看 要改善 改善 離島偏鄉的醫療 拉近全台灣的 的醫療水平 還是必須要 要 要有 有一定程度 一定 一定數量的 在地醫生的養成 才有辦法 才有辦法 才有辦法在 十幾二十年以後 就 就這一些 醫療瓶級的地方 的醫療 可以有一些提高 那這筆預算 也 拜託 拜託 所有的委員 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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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 讓 讓 衛生署去 能夠讓 讓衛部部去好好的做 讓 讓他們好好的做 然後 一起努力把 離島偏鄉的醫療 提高 那當然假如說 預算有解 有解 你們在 在離島偏鄉的 醫療方面 還是要 要多 多一些努力 謝謝